嗨我順利,說到控球精準,很少投保送 你會想到哪位投手? 生涯頭超過5000局 只有999次保送的沒人堂巨頭Grey Maddox 或是投出20勝賽季後激流勇退的Mike Mussina 小禮飛刀Cliff Lee,Z魔神Zack Granke 還是現代神之左手Clayton Kershaw 現在有另一名投手,非常有資格跟他們相提並論 他是水手投手George Kirby 他去年投了190.2局,僅僅投出19次保送 平均每9局出現0.9次保送 這項數據是去年全聯盟最低 Kirby生涯至今兩個賽季 保送相關數據已經可以跟許多上古神獸放在一起比較了 今天就一起來了解George Kirby的控球有多誇張 George Kirby是我們2月的會員票選球星 抱歉影片有點遲到了 這次主題是超級3年級生 Kirby擊敗隊友Jayra Julio Rodriguez 以及去年三陣王 Spencer Strider 成為我們2月的票選球星 如果想要選票決定我們影片主題 或是願意支持我們 讓我們持續製作好的影片和節目 歡迎加入亨利米克斯的會員行列 接著我們回到George Kirby身上吧 單記BB9 0.9是什麼概念 從1903年國聯美聯合組大聯盟開始算 可以排在史上第24名 聽起來還好 其實歷史上那些控球大師 大多數都是經過好幾年磨練才練出一首頂尖控球 剛才提到那些控球大師投出第一個BB9 1開頭的賽季 投出第一個BB9 1開頭的賽季 Madex出現在27歲 Cliff Lee是29歲 Granky出現在30歲 Kershaw是25歲 不過他很年輕就上大聯盟 孫雅前三年保送也不少 近代只有Mucina一樣 從孫雅初期就有一手頂尖控球 但他孫雅也從沒低到0開頭 Kirby新人年就是1開頭 第二年0開頭 非常不簡單 如果單季BB9排行榜加雙一個25歲以下的條件 Kirby去年的0.9就會排在史上第一 這只是單季排行 其實孫雅排行更驚人 Kirby至今孫雅兩個賽季累積投320.2局 BB9只有1.15 一樣抓1903年以後 所有孫雅投超過100局的投手中 只有一人比Kirby低 就是活躍在120年前 勝投敗投投球局數不可能被打破 名字成為投手最高榮譽獎項名稱 神獸中的神獸Sai Young 然後Kirby只比他高了0.01 Sai Young就像前面提到的其他投手 也是生涯中期才成為一代控球大師 從1903年開始算 其實只算到他控球最準的生涯後半段 1903年以前Sai Young的BB9是1.68 跟生涯後期還是有差距 這再次說明Kirby在控球技術上有多麼早熟 當然Kirby生涯才剛開始 過去兩季的表現不能代表未來都能維持相同水準 但至少透過上面比較 可以知道他過去兩年的表現有多驚人 說了這麼多 客觀來說只能證明Kirby的保送很少 但控球這項能力不能只看保送 英文在控球上有兩種術語 Control 指投手把球投進好球帶的能力 Command 指投手把球投入指定位置的能力 比Control更進階更細膩 Command 很難量化 而且一名投手的不同球路 Command的能力也會不太一樣 就我看Kirby的比賽回溯影片回溯精華等等 我覺得他四縫線和二縫線的Command已經很頂了 捕手常常手套擺好 咻著一聲 球就分毫不插投進來 已經是藝術等級的控球 不過滑球和曲球就差了一截 只差球和變速球更是不穩 Kirby的Command能力推薦大家開季後直接看比賽觀察 相信會讓大家印象深刻 接著我們來看看George Kirby至今的生涯歷程吧 George Kirby是羊姬迷 他出生長大於紐約州的西側斯特郡 南邊就緊鄰紐約市 而紐約市最北邊的區就是布朗克斯 羊姬主場所在地 Kirby自然而然就成了機迷 高中最後一年賽季 他投出非常有威力的成績單 戰績是完美的6勝0敗 防御率低於1 對了 這裡的數據取自當年一篇報導 但很有可能有誤 理由我寫在圖卡上 Kirby早早受到北卡羅來納州的伊隆大學邀約 大聯盟各隊可能怕選到空氣 2016年選秀會上Kirby直到第40輪才被大都會指名 因此選擇去讀大學 不過這或許是件好事 當初2016年報導指出 Kirby訴求大約露在90英里 偶爾會投到92、93英里 2019年再次投入選秀 球探報告寫下 Kirby急速可以催到98英里 我們看大三賽季的成績 88.1局中標出107次三陣 只有6次保送 BB9僅有0.61 已經初步展現他的控球天分 狹帶如此驚人的大學成績 Kirby在2019年的選秀會 在首輪第20順位被隨手指名 終於開啟他的職業生涯 值得注意的是 當年球探指出 Kirby把球投進好球袋沒有問題 但還需要持續精進comment能力 從現在展現的能力來看 Kirby沒有辜負期待 確實將控球能力練到另一個境界 快速經歷小聯盟4個層級 Kirby很快在2022年5月14號 獲得在大聯盟初登板的機會 首戰先發對上光芒 就投出7局7K無保送的好表現 8月24號創下一項跟控球有關的紀錄 那天Kirby先發對上國民 開場前24顆球 沒有一顆是壞球 直到三局上半一出局才破功 創下了大聯盟新紀錄 Kirby很快成為隨手主力先發 新人研究備受重用 幫助隨手重返睽違21年的季後賽舞台 外卡系列賽第二站 Kirby後援登板成功關門終結比賽 隨手擊敗藍鳥晉級 分區系列賽第三站Kirby先發7局50分 完美壓制太空人打線 可惜隨手最後輸了這場 延長到第18局的大戰 被淘汰出局 去年Kirby展現隨手新生代王牌架式 整季訪問率3.35 跟資深王牌Louis Castillo只差了0.01 更用超低保送頻率建立起控球大師的名號 Kirby是怎麼在大聯盟快速獲得成功 最後要來聊聊他的個性以及多彩多姿的武器球種 其實Kirby是個性很執著的人 去年季中曾說 我執著投出好球 討厭把打者保送 隨手近年投手養成標榜主宰好球袋 可以從這幾年養出來投手看出端倪 從Logan Gilbert到Brice Miller 保送頻率都不高 而Kirby這方面應該不用教 隨手投手教練直言 主宰好球袋是Kirby DNA的一部分 隨手主戰捕手Kyle Rowley也說 他本能的想把球投進好球袋 可見Kirby對保送有多厭惡 對投好球有多執著 Kirby還有很強烈的球勝欲 高中教練曾回憶 Kirby曾在一場高中比賽中堅決不退場 很傳統老派的風格 最後那場他投了超過150球 進入職業後 當然沒再出現這種極端的堅持 但教練都很清楚 他想擊敗打者慾望非常強烈 正是驅使他不斷進步的原動力 說到技巧派投手或是控球大師 大多數都缺乏強力的快速球 也有不少投手是隨著年紀球速下滑 轉型練出頂尖控球 這在Kirby身上完全不適用 前面也提到他急速可以飆破98英里 去年甚至出現接近三位數的火球 當多數年輕投手都是先把球威投出來 控球之後再說 Kirby表示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根據Baseball Savant的紀錄 Kirby有兩種訴求 最主力的是四縫線訴求 另一種對比報導說法應該是二縫線訴求 去年四縫線訴求平均超過96英里 二縫線訴求也高達95.7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 Kirby四縫線訴求揮控率高達28% 比聯盟平均多了將近6% 對右打時甚至會飆到36.8% 有球速又最頂的控球 Kirby的四縫線訴求就是他最強大的武器 除了訴求 Kirby也是一名多才多藝的投手 過去兩個賽季都投過7種球路 其中6種球路重複 包含兩種訴求 曲球、滑球、變速球、紙叉球 新的年有顆卡特球 去年不用了 第七顆球路是在季末最後一次先發時 投了一顆蝴蝶球 對左右打策略上 對右打以兩種訴求為主 再搭配滑球和曲球 對左打時四縫線訴求多達4成 然後平均的搭配滑球、曲球、二縫線訴求和紙叉球 Kirby各項武器的威力都在水準之上 可以試臨場控球狀況調整配球策略 至今為止 那顆準到噁心的四縫線訴求 還是會Kirby拿下最多三陣的武器 使他過去兩年平均每九局會出現8.56次三陣 三陣能力也在水準之上 加上頂尖控球能力 Kirby三陣保送比高到誇張 去年高達9 我找出生涯BB9低於1.5 K9高於8的投手 總共有3人 除了Kirby 還有Chris Martin和上緣的浩志 差別在於他們兩人都是後緣投手 三陣是一項時代越晚近頻率越高的數據 真的是時空背景不同 但就算不看早期的投手 最近20年 大聯盟也不曾出現Kirby這種 保送頻率低到誇張 卻又很能K的先發投手 這樣還不是最頂尖的投手 原因在於Kirby被打擊率和長打率都不低 打者從他手中打安打並不難 我認為他未來如果能增加單一變化球的威力 練出更高轉速變化幅度等等 或是增進變化球的控球 或許會克服這項弱點 這幾年我們看了很多追求球速 追求強力變化球的年輕投手 相較之下 George Kirby真的是獨樹一格 這種頂級技巧派投手 我個人是相當有興趣 很期待看他未來技術上 還可以變出什麼新花樣 最後提問時間 有沒有哪位技巧派投手 投球技術讓你留下深刻印象 歡迎留言一起分享喔 我覺得生涯後期的Zagrankey 用各種變化球玩弄打者真的很厲害 2019年世界大賽第七戰的表現 我更是忘都忘不掉喔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喜歡並訂閱頻道 也歡迎分享給身邊的球迷朋友 拜託 拜託